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再看回来 就是说刚刚前面这里 我想这个大纲我们稍微再跳回来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想我们佛威德那个部分我想等到那个达利 我想更有更多 因为老师有刚刚有跟同学讲 老师有写过两篇文章 一篇是登在早期的这个当代杂志上面 这个应该已经有六年前了吧 登在当代杂志上面 另外一篇是登在比较近的 就是今年年初的那个《现代美术》 那一期上面 两篇都是谈达利的文章 那我想我会提供给那个要报告的同学 等一下中间下课去拿 那我想可以给他们参考 因为其实达利老师是花了很多时间 对他本身就有 也有兴趣做研究 那我想这个 他跟佛威德的关系 因为他大概是所有超线主义的画家里面 最认真读佛威德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我想我们等到达利那个时候再来谈 好不好 那曼威呢 他事实上是超线主义的这个阶段的一个 很有名的摄影师 他拍了很多的照片 那甚至有短片 就是实验电影一样 就是短片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 那我们先看他的这张照片 我想在这张照片算起来 还算是比较早一点 1933年 他还算是超线主义盛级的代表的作品 那其实曼威这个摄影师 他还实验了很多的 做很多的实验 在底片上面做实验 来达到这样的洗出来之后的一个效果 那我想这个在当时来讲 是非常前卫的一个摄影师 那他这件作品 其实我想在1920年代的下半期 1920年代末 慢慢的已经有一种形象出现 尤其是各位也知道 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个短髮的女性 或是裤装的女性 开始出现 换句话说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来讲 一般被视为是比较男性化 或是比较中性化 我们后来讲 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形象 那我想就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也有一个术语 叫做持穷同体 Androgyny 慢慢的成为某一些艺术家 他们的理想 包括我想在文学方面 英国的这个乌尔夫 他也一直 这个Virginia Wolf 就是那个时时刻刻那一部片子 有没有 跟这一个美丽加人欧兰朵 都是拍跟乌尔夫有关系的 题材的东西 那那一位英国很重要的女作家 那其实她的理想也是持穷同体 那我想在当时来讲 有很多这个跨性别 或是所谓的持穷同体的这种形象 就是超越了本来性别的各自的 男女的一个局限性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作品就是很典型 那她里面的这个model 各位知道这个model是 Mahe Open Hand 就是这个是Open Hand 她其实刚开头的时候 她早期的阶段就是做 Marie的model 摄影的model 可是后来她自己因为看别人玩 她也喜欢玩 所以她后来她自己也成为女艺术家 她自己也开始做一些所谓 就是做那个 各位知道 比如说那个有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盘子 有没有 它变成是那个动物的那个毛髮串起来的 有没有 就是盘子本身 但是她是 就是本来我们一般应该 摄盘应该是超瓷的 对不对 应该瓷器的比较多 但是她却是用毛髮把它串结起来的 那个造型 是摄盘跟那个盘子跟那个咖啡杯吧 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组合 但是这个就改变她的材质 那我想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作品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超现实物件 叫Surious Blasted Object 一般来讲还看不上所谓的雕塑 但是就是变成超现实物件 这个欧本汉她自己后来也创作 也创作 那在这个阶段她是当她的model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很明显的就有很多性别的意识在里头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 比如说这个代表的相对来讲 比较传统的机械的阳刚的这种力量 这一个轮轴 那跟女体 女体一般来讲她是比较柔韧的肌肤的 跟这个 你可以看到她这个手张起来 这个上面都沾满了这个轮轴的这个机油 很明显的好像是有一种传统的 男女两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 好像在很多文化里面认为说 这个是被玷污了等等 这一些联想 那更重要就是她的身体的性真 比如说 这个乳房的部位正好 被这个轮轴挡到 这个相当的程度 那她的这个下半身 正好轮轴有一个把手 刚好又转到那个位置 来顶替 或者说来象征说她的阳距 换句话说 来解构这个女性跟男性本来的 性别的这个对立跟差异 换句话说在这个形象上面 就是说她 尤其她的短靶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整个形象就变成是一个 既是男又是女 或者说去性别化 或者说她同时是男是女 这样的一个隐喻 在某方面来讲 她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企图 来做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 这个是很吊诡的 就是说也很接近超级人主义的精神 我觉得她一方面好像又保存了 我们很容易去联想到 某一些性别的刻板 比如说我刚刚讲 男性是跟机械的 跟阳刚的 坚硬的 东西 女性跟柔的 跟干净跟其他的 这些的这种理想 这个事实上是蛮性别刻板 就是stereotype 的这些成分也保留在里面 但她同时又扬起了这些东西 包括我刚刚讲 她各自的性别的那个边界 就是说 一个女性是不是一定要是长头发 或者说 这个 尤其是这个道具本身的位置 我们刚刚讲这个把手 她来增加你这样的一个跨出性别的一个联想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幽默 但是从某角度来讲 当然这个后来女性主义者也有一些会去批评她 但是总而言之 她还算是一件 蛮这个复杂的 在某方面来讲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 一个想要去 就是说在当时来讲 我想超线人主义更 有更多的艺术家 比起前面的野兽派 李派等等 很喜欢玩弄跟gender 跟性别有关联的东西 那达利 我想我们将来也会看到 达利也是如此 那达利一来 她本身她一般在精神医学里面是归到perversion 就是性别到错 在某方面来讲 所以她更有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性 因为达利她其实非常小的时候就是 拿这个妈妈的口红 这个图 那她也曾经穿女装 那有很多的 这一个 跟一般 这个 所谓的 正统的这个 异性恋 或者是这个 异性恋的体制 哥哥不入的地方 我想这个达利 我想将来还可以在来检讨 那超线人主义里面有太多的 艺术家都会去玩弄性别的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马格丽特其实也有 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再来看 好 那接下来我想就是介绍这个 恩斯特 恩斯特我们来看 这个我们先回到她的大纲这里 恩斯特最主要她 跟她有关系的是叫插拓法 那插拓法就是老子以前讲 就是说这个铜板 然后你上面变一张纸 或者是她用木板 变在纸底下 然后来拓这个木材的纹理 或者是树叶 拓在底下 来插拓 这个叫flotage 它有个专有名字叫flotage 插拓法就是flotage 我这边没写英文的 各位可以插一下 FRO FRO TTAGE flotage FRO O TTAGE 这个字就是插拓法 那如果是 刚刚讲的拼贴是golage 是COLLAGE COLLAGE 叫golage 这个是拼贴 那这个插拓法是flotage 让我们看到这件作品就是很典型的插拓出来的作品 那各位知道就是说它其实它并不完全 只是按照原来插拓而已 它还有加工的 比如很明显 它这个垫的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左右是有那个木板的纹理 对不对 其实鸟身上也有 但是呢 大体上来讲这只鸟的造型是它后来在加工画出来的 在加工画出来 它不是底下垫的东西就是这个样的一个造型 那总而言之它是有二度加工 那老师以前常常提到 就是说超现实主义其实像这样的作品是最典型的 早期的超现实主义的作品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超现实主义 英文这个字是sure realism 老师以前说s-u-r这个字在法文文sure 事实上就是英文的on或是over 就是在什么什么之上 那后面是realism 就是写实主义 所以超现实从某角度上 各位可是不要把它搞混了 不要把它变成超级写实主义 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派叫超级写实主义 它是非常写实的 非常客观写实的那种超级写实主义 那个又不一样 那个它不是用sure和这个字首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超现实主义它用sure和这一个字 事实上是在写实主义之上的主义 可是这个之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就是黑格尔的off heaven 它既是有所保留又有所扬气又有所提升 那各位看到这个是不是如此 因为它对于垫在这一个纸下面的东西 它是有所保留的 就是这个木材的纹理起码保留下来 让我们看得到 但是它有所扬气有所提升 因为它在加工过之后 它造成的一个诡异的效果 在某方面来讲 我们也可以讲说略有诡异的效果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本来这只鸟是有生命的东西 可是它上面有木材的纹理之后 你会觉得说那它到底是植物还是动物 诸如此而已 更重要的是它的造型本身 应该一般很少鸟会是这样站 它左右挂在各自挂在木材上面 一般的鸟大概不会这样 它大概两只脚并站在某一个树枝上面 而不是这样的一个站姿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它又是解消了 我们对原来自然 就是说现实当中的那个联想 就是说起码它不是正常 它不是太平常看到的东西 那更重要的 我想老师以前讲 这个整个在意念上面 它其实它又定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标题 Origion of the clock 那个味蓝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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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alan等 之前 幸会 Have Youest